太爽了太爽了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准备出发 已经行驶了一个小时 今天的这个山路的话 比较不好走 雾气很大 人间度非常的低 进入潘山公路 现在已经是十点半了 整整七小时 才到达这个地方 下面就要 骑自匹马 去到那个 大家看到最最高的那个地方 大概要到半山腰那个地方 现在切换交通工具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就到达目的地 来咯来咯 搞蜂蜜去咯 杂坡要往虎头样 杉坡要往前头样 这个骑马才骑得住 有没有小伙伴想来骑马的 来骑马 开始割蜂蜜了 这手里面拿的就是把这个蜜蜂给它熏走 熏走之后 然后割蜂蜜 通过这个烟吹进去 然后把蜜蜂赶走 给蜜蜂把门打开 打开 然后取蜂蜜 来了来了来了 看一看 琥珀色的啊 这些蜂蜜全是琥珀色的 好不好 你们自己看 这蜂蜜 绝对一流 太诱人了 太诱人了 看一下刚刚起出来的这个蜂蜜 太爽了 太爽了 这个糖也不错 这个糖 全是琥珀色啊 轻轻的把这个蜜蜂给它扫掉 很小心的把这个蜜蜂给它摘下去 这样的蜂蜜的话 算是极品的了 你再看看这个环境 这里至少海拔 大概在三千五百米左右 现在就只剩下他们一家人在这里 没有其他人了 这是给蜜蜂留下来过冬的粮食 这些已经足够了 他们很有经验的 将它的蜂巢盖起来 然后明年再接着割 不是每一箱的蜂蜜 都是产量很高的 像这一箱的话 它的产量就很低 好多地方都不饱满 这一块的话 它就蜜就只有一半 这边都是空的 但是呢 过滤出来还是可以的 蜂蜜已经割完了 现在呢 给它装筒 这个飞来飞去的 这个不是苍蜜 这个是蜜蜂 好不了的 这个一定要搞回机吃 来看一下 今天的收获 在清点 看一下 虽然不好看 但是懂得自然懂 这是一头猪的 一个腊肉 这一篮子全部是 那个猪的四蹄 四个蹄 然后全部是从中间这样 砍开 劈开 然后烟熏 看一下这个橙色 到放学时间 山羊自己回来了 把风垫已经装好了 现在放到螺子上 用螺子把它拖下去 这边道路不怎么好 只能用螺子之类的一些交通工具 才能将这些土特产搬出去 你看我们现在才下山 上山的时候起码下山就得走路 一直要到最下面才到山底 所以这个地方很高的 已经折腾了几个小时 现在终于可以装车了 从那么高的山弄下来 现在终于可以装车了